这张专辑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也是道郎跟大家见面的第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刚才短片里都说了 没有经过任何宣传 但是销量达到了270万之多 这个还不包括一些非正常渠道销售的专辑数量 那既然现场有三位嘉宾 他们也都是音乐圈里的人了 所以我想先问何沐阳先生 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和 这个现在一个音乐界的状况来讲 这样一个销量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能够在我们的唱片史上 能够达到这个数字的是非常少 我觉得可能隔个十年二十年 才有可能出现 类似上百万的销量这样的情况 尤其到现在这个网络 网络发达的时候 其实这本上面已经 能够销几万张都不容易了 甚至一万张都不容易了 小小当年能够销到 270多万张是一个 一个天大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传奇 在唱片业里面 对 那既然说到传奇 当时听到这样一个销量 听到刀狼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也觉得 这个人得有多传奇啊 其实我 从一开始就是被他的这个创作 他的音乐所吸引 当时那个阶段 我觉得有三个这样的阶段去感受他 一个阶段就是冲动的惩罚 我觉得他 他从某个角度 他是有生活的人 甚至是一个浪子 就是你们这个标题 另外 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兄弟是一个旅人 他是一个在路上的一个旅人 然后再到这个 喀斯格尔的胡扬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 他是一个游吟的诗人 因为他的歌词里面真正 有一种来自来自根源深处的 这种诗意在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曾经你做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应该都知道 每周电台都会有新歌的打榜 但是当时这张专辑 是不是没有在电台做过什么推广 2002年第一场雪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很惊讶 居然一首歌没有经过电台的宣传 没有经过打榜 它也能火 当时给我们惊讶 有两个方面 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刀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今天才真真正正的 这么近距离的看到真实的刀狼 真的 第二就是我们觉得 哎呀糟了 这个以后的这种传播的模式 发生了变化 不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听众 不是说你电台播什么 你打榜播什么 或者说你向我介绍什么音乐 我去介绍什么音乐 他们现在有更多的方式 来挑选他们所喜爱的 我们觉得糟了 网络也可以捧红一个人 所以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呢 这个为音乐人来说 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途径 只要你的音乐是好的 是钻石 是金子 就总会发光的 刀狼的歌就是印证了 腾斌说的这句话 因为是好的音乐 嗯 没错 因为今天坐在这儿呢 其实非常感慨 确实很感慨 这个看着 看着 刀狼一步一步 走到现在这儿 因为我们 我是 最能 和他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们认识了十几年 这个 经历过很多的酸甜苦辣 在新疆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总结它呢 有两点 第一个是他很勤奋 第二个呢 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他把作品呢 用他自己的大爱的 做了演绎 所以感动了很无数人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他说自己有爱的人 然后才会感染别人 我觉得是这样 谢谢 大雨水到了 也是 结婚四次 孩子四十天 老婆走了 结果人红了 钱了 又回来了 到了 说我不能要你了 我跟他了好了 他说你看那孩子的面子 那个女的说我为什么离开你 因为你不能对我需要的生活 我需要是吃喝玩乐 你没钱 你真的穷帮带一个 吃了上灯还没下灯的 这么一个主 现在盗浪那么红了 大家有钱了 完了以后 来来回来了 杨坤说了 盗浪的歌是我们的音乐倒吹了十五年 是 张子怡就疯了那个叫什么 汪蜂 汪蜂也说 盗浪的歌曲露台面 你倒哪个露台面呢 为什么 他们就是学员 是吧 咱们音乐学员 别人 他是找草根 或者他跟我说 我们也是草根 我们是人生 东宋夏草 草根 林芝也是草根 我们是这个 人家不是 人家高贵 人家都是兔叶子 我们是草根 草根才十钱 后来 印度尼西亚海啸 那一年完了以后 盗浪又唱了这一首歌 爱是你我 完了以后这首歌一下子 全世界都轰动了 算了没有几句 没唱出来了 太高了 爱是白我 我感觉到他的手在乎 后来这一张 这一张端节 又创造 一年三百万张 那又没得说了 好那么如何评价刀狼这个歌手 以及当时的这个主流 为什么排挤他 好多朋友都让我聊聊刀狼的这个问题 刀狼很好 我很喜欢 因为这第一个呢 嗓子好 天生就是 唱歌的料嘛 第二个呢 歌也好 郎郎上口 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蛮私人化的 那就是我老娘挺喜欢刀狼的 当年 那能让我老娘高兴的人呢 就算是我的恩人了 我当然会喜欢他 甚至要感谢他了 当然这个细节背后呢 其实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 就刀狼在普通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话呢 还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知名度跟感染力的 反正他火的那些年的话 大街小巷都在放刀狼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年代吗 当然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当初的这个主流啊 会排挤或者说是不带见刀狼啊 这个事情的话呢 确实有那像纳英为主的 为代表的那些主流歌手啊 就明里暗里的搞过一些言论嘛 针对刀狼嘛 纳英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年搞了一个什么音乐风云榜盛典 是吧 十年盛典 要选这个乐坛的十年影响力歌手 那次纳英是平衡会主席嘛 他就反对刀狼入选十大歌手 他当时就用 他直接在镜头面前嘛 又很难看的这个语气 就说了这么一句嘛 刀狼不具备审美观点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画面 那通过这个细节呢 你就想吧 第一个 纳英作为主流大陆音乐圈的那个代表 都当主席了 可不就是代表人物吗 他都有那种看法的话 那好了 你说他会是孤立吗 不会的 那肯定也有其他人也持这样的一种观点的 对不对 第二个很关键了 纳英作为大陆音乐圈的大姐 是吧 他都给刀狼这个定调了 那其他人哪怕是对刀狼有词 又不懂了这个意见 他敢公开支持刀狼吗 公开支持刀狼的话 他不等于跟纳英对着干了 那你还要不要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 是不是 所以说当时一度的话 主流音乐圈确实是不怎么代见刀狼的 后来那个鲁豫采访刀狼 就提到了这一段嘛 我看刀狼当时这个委屈的都快哭了 他说我又没偷又没抢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对我 那种日子真的是太难受了 是刀狼当时的远话嘛 你看都把人逼成那个样子了 那你说当年的主流 为什么那么不代见刀狼呢 你要说原因的话 无非就那么几条 第一个很现实的 刀狼抢了他们的饭碗嘛 刀狼当年爆火的那些年 真的是把大陆的这些 这帮歌手的这个唱片销量啊 统统给打趴下了 谁都打不过他 而且是差距是极其大的 好几个歌手 重量级歌手加起来 销量都不如他一个人的 无论你像有些赞助商 请他过去走学唱歌 就请刀狼 不请其他人 或者说是给的价码 比其他成名已久的这个老歌手 更加高的话 那其他老歌手 主流歌手 可不得是心生怨念 是吧 而且的话呢 他们基本上就是两路人 刀狼是处于野路子 完了一些主流音乐圈的人呢 基本上是科班出身 科班出身天然就有优越感嘛 就容易瞧不 素质差一点的 就容易瞧不起刀狼嘛 如果说你出身低 水平不行 我瞧不起你 如果说你水平特别高 混得比我还好 我更瞧不起你 就有这么种心理的 这其实跟主流相声圈 很多人去排挤 郭德纲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说说到底 就是个圈子文化在作祟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到 那有没有可能 确实是因为什么 刀狼歌曲当中 有比较low的地方 场子发展下去的话 会对乐坛产生什么副作用呢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你就再去看看 郭德纲的那个相声吗 当年主流也不也是说 郭德纲的相声low 相声黄吗 但是这些年过去了 他对相声行业的这个发展 起到什么副作用了没有 或者说副大于正 还是正大于负呢 名人人其实都看了出来的 你就现在那个相声圈 半死不活 跟植物人一样的相声圈啊 你要不是还有个郭德纲 跟德纲社在那里撑着 几乎就死掉了 刀狼也是同理 刀狼这种奇特的 这个生物的存在 只会对这个歌坛呢 产生促进作用 碾于效应嘛 能有什么多大的负面作用啊 那至于说 刀狼作为一个歌手的专业水平 那我说他好 没什么说服力的 但如果说 华语乐坛教父级别的这个人物 像罗大佑 安永林 这些大佬都出来说 刀狼好的话 那老儿讲 这总有说服力的吧 那他们对这个刀狼 就是一致的这个好评跟认可嘛 那因为 大陆音乐圈 跟港台音乐圈 其实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圈的 是不是 尤其是到了谭校长 罗大佑那种级别的 对不对 你说话还需要看谁面子吗 不需要了 有一说一就行了 所以说他们都认可刀狼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刀狼作为一个歌手的专业素质 根本没什么问题 审美素养的话 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了 论审美 我说句不个气的 那应对于音乐的这个审美 还能高过罗大佑去吗 罗大佑都说没问题 那应在那里嘲嘲巴虎的 说什么 刀狼不具备审美观点 老儿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